先生 欧病在床 老婆问 要喝水吗 老公摇摇桶 老婆又问 要吃水果吗 老公还是摇摇桶 老婆看老公什么都不要 于是说 那我给你找个小三好吗 老公穿脑并发展地说 老婆 我真的可以吗 老婆四笑非笑说 你这老头 跟你那么久 你的心意 我还不明白吗 我还穿衣服 穿轻便一点这样比较好办事 老公兴奋到说不出话来 马上手脚灵活一下就穿好了 老婆开车在老公走管又弯到了一个山口 递给老公一根拐杖和一瓶水说道 这是附近最小的山 我给你找到的小山 你慢慢爬 相信爬完后你身体会好很多 快去爬吧 老年四股 生活有人陪 享老有地住 生命有前衣 心中有梦想 老年四岁 最好的心态是知足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校务是时间 最好的活法是放下 老年四舍 舍得去 舍得穿 舍得买 舍得玩 生活才能过得精彩 老年四别 别担心 一切都会好的 别害怕 天是不会他的 别后悔 谁都放过错的 别伤心 生活是美好的 老年四乐 知足常乐 自得其乐 助人为乐 与众同乐 老年四苦 看不透 舍不得 说不起 放不下 老年四难 最难得的是好心态 最难忘的是真感情 最难忘的是 助心人 最难求的是 被人懂 老年四学 学会欠赏自己 学会鼓励自己 学会照顾自己 学会依靠自己 老年四序 静观其变 是一种能力 顺其自然 是一种心态 得体退出 是一种智慧 老得漂亮 是一种境界 老年四好 少年好 不如玩警好 穿戴好 不如家人好 钱财好 不如身体好 基金好 不如基福好 老年四孝 吃亏的时候 坦然一笑 是一种豁达 被顾解的时候 微微一笑 是一种肆养 受委屈的时候 外男一笑 是一种大度 无奈的时候 大方一笑 是一种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